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出重分为缺血性和初血性两大类 其中缺血性脑出重是指脑血管狭窄或避塞 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损伤 约占处中患者总数的70%至80%左右 而初血性脑出重则是由于脑血管突然破裂 导致血液进入脑组织或脑失系统 从而引起神经功能损伤 我国的初血性脑出重约占 初中患者总数的20%左右 急性缺血性脑出重又称为脑梗死 是最常见的脑出重类型 根据中国脑血管疾病分类2015标准 脑梗死又可分为七种类型 第一种是大动脑胶硬化性脑梗死 第二种是脑酸塞 包括心原性酸塞 动脑原性酸塞 以及其他脑酸塞 第三种小动脑必塞性脑梗死 第四种脑分水磷梗死 第五种初血性脑梗死 第六种其他原因 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高磷状态 烟雾病 动脑夹成等所导致的脑梗死 第七种包括原因未明的脑梗死 其中动脑质量硬化性脑梗死 心原性脑酸塞和小动脑必塞性脑梗死 是临床常见的缺血性脑出重类型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 大动脑质量硬化性脑梗死 它主要是因为动脑质量硬化 动脑内膜炎 血液粘稠度高 导致脑血管局部血栓形成 阻塞血管 引起的急性缺血性脑出重 会又称为动脑血栓性脑梗死 第二种 心原性脑酸塞 主要因动脑质量硬化斑块脱落 或心脏等其他部位的各种酸子 血循环运行到脑部 堵塞血管引起的脑出重 一般来讲 致病性的酸子通常来自病变的 或缺损的心脏瓣膜 心石腹壁血栓 会又称为心原性酸塞性脑梗死 引起脑酸塞的心脏病 主要包括心脏半膜病 感染性心内膜炎 心育四肠或心脏外科手术 应发的脑酸塞等 第三种 小动脑必塞性脑梗死 又称为枪斜性脑梗死 是指大脑半球或脑干生部的 小动脑血管壁结构发生病变 导致管腔壁塞而形成的微小梗死罩 臨床上 根据患者有急性处中事件 腔血性脑梗死又可分为 症状性和无症状性腔血性脑梗死 此外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又常被称为小处中 是一种常见的缺血性脑血管疾病 通常是因为 局造性脑缺血导致突发的 短暂性可力性的神经功能障碍 如短暂的言语不清 肢体偏瘫等 一般来讲 神经功能障碍的症状 通常不超过一小时 大多数仅持续十分钟左右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TIA发作后三分之一的患者 可能会反复发作TIA 而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 未来可能发展为脑梗死 因此TIA患者的缺血性脑处中风险 非常高 一般可作为中风的先兆来处理 患者应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和预防性治疗 那么TIA的病因有哪些呢 研究显示 它的病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与微酸三有关 当动脑质量硬化斑块破裂 脱落的微酸子阻塞脑内小血管 导致缺血性神经功能障碍 由于酸子微小 亦被溶解或被分解 会因远端血管扩张 致酸子移动 脑循环恢复后 TIA症状自动消失 微酸三介导的TIA 最常见于高血压 高脂血症 糖尿病 冠心病患者 因此 微酸三是TIA最主要的病因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是脑血管静暖 高血压 脑动脑硬化 狭窄等均合引起脑血管静暖 导致TIA 第三个方面的病因 与颈部血管受压有关 严重的颈椎病 可使 椎动脉受压 在不能通过 颅内形成的 侧子循环带上时 就可引起TIA 并且还可能反复发作 第四个方面的病因 与脑贯质压改变有关 血压的变化 可影响到脑的灌击压 当出现心理衰竭 心肌梗死 防止传导阻刺 或血压突然下降时 均可导致脑灌击压下降 引起TIA 第五个方面的病因 与血液成分异常有关 血压板增多症 严重停血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血液病等 均可导致TIA 总之 发生TIA的原因很多 其中 动脑质量硬化及其危险因素 是最常见的原因 接下来 我们来讨论 出血系脑出重的情况 根据出血部位的不同 出血系脑出重 又可分为 脑出血和猪膜下腔出血 脑出血又称为脑移血 是指非外伤性的脑实质自发性出血 而猪膜下腔出血 SAH 主要是因为大脑表面的血管破裂 大量血液直接流入猪膜下腔 形成原发性SAH 少数是因为大脑实质出血后 血液流入猪膜下腔 形成 激发性SAH 当脑出血发生后 脑实质内血管破裂 使脑内出血量快速增加 引起颅内压迅速升高 从而导致患者昏迷甚至死亡 一般发病后三个月的死亡率为20%至30% 一年的病死率可高达58% 脑出血最常见的发病原因是高血压 其他原因还可能包括脑血管畸形 动脑瘤 淀粉样脑血管病 静脉痘血酸形成 抗瘤血药物及抗血管药物的使用 脑出血常发生在大脑基底截区 脑干及小脑等部位 在朱尔膜下腔出血 约70%的患者为女性 朱尔膜下腔出血最常见的原因 是颅内动脉分杀处的先天性动脉瘤 瘤体一旦破裂 就发生朱尔膜下腔出血 此外 高血压 动脉硬化 脑血管畸形等 也是引起朱尔膜下腔出血的常见原因 我国高级促重中心的定例统计结果显示 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 脑出重不同类型的分布百分比 其中缺血性脑出血 其中缺血性脑出重占比65.72% 脑出血和朱尔膜下腔出血分别为19.09%和7.12% 此外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占比8.07% 上述脑出重 上述脑出重类型的分布情况 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 缺血性脑出重 又称为脑梗子 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脑出重类型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聆听